每年80到100名德国人死于手银 伯兰登堡的一名法医说 高风险手银是难以预料而且危险的杀手 沃斯托洛德沃斯一生估计 每年每100万人当中 就有一只二人死于高风险的手银 大部分人的手银方式 已经不能令他们获得满足 他们都采取寻求刺激更强的手银方式 沃斯说 自民致死最常见的原因是窒息 其他常见的自民死因是电击 不过很难真正准确估计 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种方式 原因有很多 惊人死于这种令人尴尬的处见的时候 人们往往会消除能够给死者带来耻辱的证据 沃斯对图片报说未报道的案件数量特别多 这是很罕见的法律案例 他个人在长达30年的行真医学生涯周列只见过武力 之前据沃斯在据报报道中 曾经提到他遇到的离奇死亡案件 一名男子在自己身上覆盖了奶酪片 上身套上连裤袋 再穿上雨衣和浅水服 然后用塑料袋套头坐在暖气前 最后一命呜呼 另外另一个案件是一位母亲发现自己儿子的遗体时 看到儿子的乳头上夹着一半数的灯泡 死因是触电 女性自营更小心 这位法医在图片报解释说 如果警察发现意外死亡的情况 诸如受害者赤身裸体 身边有色情材料 也没有留下一书 附近有镜子 或者其他显示这类案例的物品 他们一般不会把尸体送给法医 沃斯警告说 窒息是性爱 或自营性窒息带来的风险通常被低估 窒息葬失意识的速度 往往比想象的要快 如果两个外景动脉都受到挤压 最多只需要30秒钟 沃斯说 高风险受盈者便不个年龄短 但大部分受害者是男性 因为女性在自我情欲体验中 往往更小心谨慎 德国法医研究所 对1983-2003年 在德国北部发生的自营死亡案件做了调查 他们发现所有男性 都是13-79岁的男性 沃斯说 虽然一些人来说很难理解 但是无能为力的感觉 以及强烈的危险感 导致人们貌恥辱 受伤 有时候是致命的风险获取快感 那种快感被与毒品导致的兴奋相提并论 1994年英国保守党议员米利跟米利根 在伦敦西区家里意外死亡 当当时BBC报道 引述警官的话说 警察发现死者赤身裸体 穿着丝袜和吊袜袋 英国报纸报道说 当时这位45岁的保守党议员死于自营窒息 这位试图被看好 即将取得政治任命的议员突然死亡 令亲友和同良感到震惊 顶言 今年一史 画像更新 我们推出新年展望系列文章 伴随战友们启横 在新年度开始工作的第一天 解放军报发布了重报消息 中央军委办公听印发 关于进一步激励全军广大干部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受到广泛关注和热议 1月2日 解放军报发布实施意见报道 实施意见指出 要把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作为关系经被建设全局的紧要大事 作为党委领导工作的重要内容 要坚持严管和后岸结合 激励合约数并重 充分发挥干部考核评价的激励颜色作用 限力健全容错纠错机制 其致先明立体重视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 吹响了全军广大干部锐意进取 干事创业的集结号 对进一步鼓足干部敢于担当 用挑重担 他事做事 主动有为的激情干劲 营造想干事 能干事 干城市的浓厚氛围 凝聚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的强大合力 具有重要意义 一 实施意见的重点 你了解吗 笔者在学习理解中感到 实施意见重点指出了以下内容 一个武装两种机制三类干部六种情形 一 一个武装 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脑 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强化担当主则主业 狠抓练兵备战的意识 正确看待改革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难 严肃纠正做 等靠现象 大力纠置和平击毙 古族新时代奋斗者的干劲激情 二 两种机制 三 三类干部 个性鲜明 坚持原则 敢抓敢管 不怕得罪人的非包工 关键时刻获得出去 充分闪去的拼命三郎 默默无闻打基础 各时事的老黄牛 四 六种情形 以下六种情形 要同故意违规违及违法行为需分开来 二 担当作为的怪象 你躺枪了吗 一度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 不贪却无能的闲官孙连成是为素餐 处处任府 好好好 是是是 就是不作为 不干事 被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孙连成的行为看似无态 但遭到沙瑞欣和李达康两位书记的狠批 最后人落到 带着少年工的孩子看清新 电视剧中孙连成的形象 正是懒正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的缩影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 李达康和孙连成对话情形 陈希部长对没有担当不作为干部进行的画像 2017年11月16日 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 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培养选拔干部 必须突出政治标准 文中对没有担当不作为的干部做画像 有的明哲宝山 阿西羽毛 在大势大飞面前 当所谓开明宣誓 甚至在涉及党的领导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问题的政治挑战面前 无动于衷 置身事外 有的见风使舵 投机尊赢 对自己政治前途有利的救赏 没利的救赌 遇到重大政治事件和敏感问题没有态度 甚至故意耍滑头 当墙投草 这些人咬面上很风光 但骨头不硬 关键时刻靠不住 如果干部队伍中这样的人多了 就会遗害党和人民事业 经队中一些干部担当作为的怪像浮出水面 经队调整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 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逐渐凸显 第三次战役已经开始打响 当前 总的来看 经过此次军队变革重塑 绝大多数干部是积极向上 分发图强 敬业尽责 担当有为的 但也有一些干部动力不足不想为 不次进取当庸官 能力不足不会为 束手无策单看官 担当不足不敢为 推伪扯皮当左官 作风不正不真为 漂浮散漫刀懒官 经队中一些干部担当作为的怪像逐渐开始浮出水面 一些干部在前一默化的不经意间 被这些挂向挤躺枪了 不知你的心边是否也有这样的或者更多的怪像 你有没有被躺枪呢 三 担当作为的忧伤 你自难了吗 被誉为当代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的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 在动力心理学中 提出著名的动力行为公式 则公式的含义是 个人的一切行为 包括心理活动 是随其本身与所处的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 可以看出 动力的诱因包含环境外因和个人内因 并通过相互作用产生影响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 唯物辩证法认为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剖析干部担当作为不给力的忧伤 可以从担当作为的个人内因 和外在因素两个视角来思量 一 从个人内因视角来看 个人内在因素功效发挥不好 是造成担当作为不给力的关键所在 一 思想认识上不到位 迷失了行动上行响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 认识是行动的指南 思想认识上的迷衡 必然会引起行动执行上的迷向 当同心报国成为一句空话 就会缺少干革命的激情 当带兵打仗轮不到我上的思想专举大脑 就不会有对金官职业的热爱 当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不再是主流 更不会激发起工作的动力 在现实中 一些干部思想根子 正是平行稳稳就是想奉献 安安全前就是做贡献 有的还沉浸在盯着位子干 瞄着领导干 算着年头干 甚至有希望拼命干 没希望靠边站 仍处在转型适应期 心理调试期 风向观望期 实质了行动上担当作为的思想动力 二 个人需要未能满足 失去了担当作为的动力引擎 可以看出 马克思和马斯诺的需要理论 都把人的需要看成是人的行为的原始动力 也就是说 需要是动力产生的基础 动力是需要的动态反应 个人需要是一个需要满足之间动态调整变化的过程 具有需要上升永不满足的特点 每个人都在积极寻求洋者之间的平衡点 这很难实现 往往是需要大于满足 比如 满任职年限干部 最大需要就是晋升职务和军衔 但金字卡形结构和优胜劣派的规则 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心愿 当两者出现严重失衡 尤其是个人需要未能及时得到平衡满足时 就会失去担当作为的动力引擎 三 个人期望未能实现 打破了担当作为的心理契约 美国著名管理心理学家施恩 H.Schein认为 心理契约是 个人将有所奉献与组织欲望有所获取之间 以及组织将针对个人期望收获 而提供的一种配合 和心事员工的满意度和组织的期望值之间的平衡 随备过程中心理契约激励作用变动虚线 想而在现实中 双方之间的心理契约 时常遭大破坏 说起来是一套标准 做起来是另一种态度 一边是边打快牛 一边却总让老黄牛吃亏 破解难题时 把闯向当作排头兵套前用 出现失误时 则把他们当责任人往前推 一边强调伪扎选人 以占用人 一边又认为 反正不打仗 用谁都一样 这种心理契约都违背 使个人产生愤怒和失望 被组织失去了信任 形成了军队一些单位内部的卡西佛陷阱 进而失去了担当作为的内在动力 四 缺少目标方向牵引 担当作为的动力不足 从目标管理理论可以看出 设定合理目标 并加以有效自我控制 能很好的激发工作的动力 有的把安全不出示作为最大目标 有的信奉不求有功 但求无果 正是由于这些目标方向不明确 设定目标不合理 调整目标不及时 自我控制不严格等问题 导致围绕目标拼搏奋斗 担当作为的动力不足 五 思考问题站位错差 缺失了应有的担当作为 思考问题的站位点 决定了认识问题的立足点 站在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 对事物的理解认识截然不同 有些甚至大相征平 一些干部之所以出现担当作为不给力的问题 不容忽视的原因 就是思考问题的站位点 出现了错差 他们都是从个人角度出发 过多强调个人需要 个人诉求 个人目标 没有换位站在组织的角度考虑 是否做到了干部的基本要求 履行了相应的实力任务 肩负了应有的义务责任 在权力与义务体配 付出与回报对等上失去了平衡 缺乏为部队监视尽心尽力的责任担当和敬略精神 二 从外在因素视角来看 各种外在动力因素激发活力不到位 造成了干部担当作为的神经系统 反应不领你 一 容错就错机制不健全 有的单位对待干部态度不端正 存在干部犯了错误一棍子打死现象 一些干部因为训练管理中发生问题 而受到处理牵连 有的受到秘明性举报 而错过了职务调整期 这种容不得干部犯错 伤了很多干部的心 以至于出现 并可不咋少干 也不能多干多错的怪象 有人形象的将这个怪象总结为洗腕效应 认为洗腕多难免要打破碗 难免要被责骂 还不如少洗腕 不洗腕 这种类似洗腕效应的副相激励 影响了干部的担当作为 2 编制体质结构有瓶颈 在干部冻结西压 满年线人员增多 编制岗位减少情况下 新字塔形编制中的葫芦状 干部队伍结构中的瓶颈问题更加凸显 则如万人抢过独木桥 出现在实现拥堵现象 很多干部落编不成被编鱼 直晋升在排队中等待 等待中超灵魄于无奈 让很多干部感到传到码头车到站 基本上干到头了 看不到晋升的希望 磋伤了一些干部 担当作为的积极性